而且其实今天第一天的比赛 这次开幕战 对于选手们来说很重要 因为谁能够率先登上我们的榜首 对吧 而且墨高窟好像只有在我们 第一届总决赛的表演赛上 看到过选手跑 实际情况并没有太多次的看过 是 还是期待一下 因为之前可能大家会 就是比较期待职业选手用A车 怎么跑这图 头发也会有很多不一样 主要还是期待用车 蓝颖主载和天启 还是要选择转向能力 比较占优势的赛车 对 双方都是这样相同的赛车选择 选择出来蓝颖主载的话 我觉得主要是要在赛程的中段 保证自己的一个发挥 而月球表面和云海选择出来天启 那我觉得起步的话一定要抢到优势 因为天启它的一个抓地能力 相对蓝颖主载 它的对抗性会更好一点 这是常规赛的第一场比赛 莫高窟 RNGM对战到QG 对 神仙能拿下这一小局的胜利 看下起步都没有选择断位 大家走得很紧 不怕跟得太紧 球稳并没有选择出来使用飘移 直接转向起步还是QG 月球表面冲了出来 这边QG是想让月球去进行一个零跑 迎进在后面卡位 对 其实这张赛道我自己跑的时候 就全程都在撞 对 因为赛道确实很窄 如果你发生对抗的话 很容易出现失误的 都会去选择转向能力较好的赛车 因为这样赛道在这个赛程中 确实太窄了 而拨地的话 没有拨那个飞跃点 飞跃点 对 我看很尴尬 它是走了远处的那个路 迎进这里极限的甩尾 对 其实对QG来说 目前这个形式是很稳的 对 其实到莫高窟后半段的话 就比较宽了 这也是RNGM的突破口 是 就看到云海这边 其实追得也很紧 离宁清的一个距离并不大 但是拨地的话 这个位置有点远了 主要是那个飞跃点太伤了 比丘表面刚才好像是 这里卡了一下自己的队友 就像之前说到的 对 这边云海能不能抓住机会 就刚宁清在那条小路上 也有点卡住 云海刚没有按到小喷 所以云海拉近了与宁清的距离 这个劲道 对 拨地也慢慢追上来了 那现在还是QG的双人领跑 QG的双人领跑 但是云海已经追上了宁清 而且拉开了两到三个车身位 但是11分的话 还是月球表面能够拿到 对 而且QG一三两名 这边直接冲线 1分44完成了比赛 而拨地的话 最后6秒完成比赛 对 其实第一局感觉 包括也是因为 莫高库这个赛道的原因 双方的一个对抗会比较 QG这边宁清选择到的是黑金 而月球表面选择的是白玉神鞠 还是都 双方都选择到白玉神鞠 对 现在赛车变多了嘛 包括这次又增加了新的赛车 黑金 玄武 对 其实包括像白玉神鞠 这个车在很多赛道上 都会被选手使用 起步还好没有被撞掉小喷 现在的话节奏都还可以 月球表面出发了一次被动 接着下一个弯道 如果说有机会的话 能够超越对手 云海起步冲出来很快 这个波蒂第二位 和月球表面一个对抗 月球表面还是卡住了那道 一个内卡外 这一个起步 我觉得是三个人跟得太紧了 让云海直接冲出去了 对 哎 这里波蒂这个 真的是舍己未人啊 对 是直接撞到月球表面身上 也是干扰到了对面 其实刚刚月球表面 已经拉近了和云海的距离 让我们想起了那一天 solo的对决 相波岛最终的弯道 对 那一个月球冲撞 刚才的话 波蒂也是因为没有弹气 所以QG 宁青 在过到这个直角弯的时候 抄了过去 对 其实他也是因为 刚刚那一个对抗 对自己弹气有很大影响 能够保证云海 再起步杀出去 刚才应该是有一点点拖 但是并不影响 对 其实看到 宁青和波蒂这边距离很近 北京的这个转向 刚刚距离不好 小鹏也没有按出来 291M的速度 有点僵硬啊 波蒂也是抄了过去 两个人卡得很死 这里一个侧身 接停滞调整很快 感觉波蒂的一个卡位 还是比较强的 对 波蒂我觉得 这一次来到常规赛 他的卡位越来越好了 对 感觉RM这边分工 也很明确啊 云海去领跑 而且跑得很稳 很稳 我觉得这个2分02 说不准有机会能够突破 这边第一天就要打破纪录了吗 对 这里CW喷 接停滞快速出弯 延续一下弹气 这里也是断了一下弹 拖了 这个距离还是不好追啊 但是波蒂 这个距离有点远 失误了 过游完近三连接近的时候 失误了 这一下失误的话 2分01秒完成了比赛 恭喜RMGM云海 但是波蒂舍己为人的精神 值得我们肯定 但是自己在最后有点失误了 确实有点可惜 对 但刚刚这一局也是先恭喜RMGM的云海 率先冲过终点 速度很快 我觉得这个强大的心脏完美 2分01秒 第二张赛道 和QG这样第一届的冠军队伍 跑到2分01 我觉得是真的 人应该也很气 对 准备等会就反向11成了呢 一会儿 11成估计是必选赛道了 然后用车的话 RMGM选择了白玉神鞠和黑金 看到QG这边 宁清选择到的是飞跃 而月球表面选择的是白玉神鞠 双方白玉神鞠的使用次数 都已经用到了两次了 对 而且其实都是会让给 去领跑位的选手 其实白玉神鞠的话 既然困难赛道 担完了简单赛道 白玉神鞠肯定是会登场 包括说想星星火车站 看一下起步 左右段位 但是宁清这里 想要撞上去失误了 对 刚起起步 我觉得跟旁边的玻璃 好像有点配撞 对 这样的话RMGM双人领跑 玻璃还能够在身后 为云海进行卡位 我觉得玻璃第二把卡位还不错 这边月球表面和玻璃距离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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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海他的一个领跑能力是非常强的 对 只要不被对手干扰到 他自己能完成得很漂亮 对 现在的话 究竟宁清又是超越了波地 学生们现在一个差距还没有拉出来 主要是看龙腾腾海最后的两个U弯 连续的U弯很关键 看月球表面和云海 会不会有一样不同的跑法 这里有点拖了 因为这边人直接超过去 云海刚刚那几个连续弯道 稍微处理的不是那么利索 还是有点急躁了 现在月球表面处理领跑的位置 进入到第二圈 波地又有点离得远了 波地这个距离 好像每一次到第二圈 总会有一点小失误 紧张 我觉得大部分就是因为紧张 其实选择飞跃的话 如果说选择跟月球表面一样的跑法 飞跃就不需要卡其 在刚才的加速带上面 就明显就感受到 卡其的话也是会耽误一滴的时间的 对 好想波地这边需要去拉近和前面凝轻的距离 不然去对RMGM感受这边有 RMGM云海又超了过去一个弹射 月球表面总想从左侧超越下一个弯道 看一下月球表面的位置还是在右方 还想进行卡位 但是云海这一次卡住了 虽然说只是一个段位飘移 但是最后要重现1分59 2分 还是2分 可以说真的 云海在这样的赛道 发挥是相当稳定的 对 这个速度 我感觉稍微有点快 就是一上来 每一局都能跑到那么出色 对 我觉得整体来说还是觉得心态很重要 是 但我感觉其实从镜头里面看到云海 就感觉满脸就写着常规操作 是 那接下来的话RMGM都选择了圣殿骑士 而RM逆星选择了恒星 月球表面也选择了黑金 其实包括像圣殿 其实这辆车 很多玩家们可能觉得这辆车 就是比如说不是特别好 但其实它在前30秒的一个特性 有很多加车 谁敢说真男人不好 对不对 30秒 足够你把这个赛道给完成一半了 对 来 月球表面 他下始的是圣殿骑士嘛 毕竟这男人只有30秒的光辉时刻 对 你看云海在这里还卡了一下月球表面 对 其实我本来是觉得云海和逆星 稍微有一点互相之间的碰撞 但是没想到刚刚那个进到过的 月球表面给卡住了 是 凝青 现在处在第一名的位置 身后跟的是逆星 月球表面这把的话有点远 掉下去了 选择了从右边走 这一下 凝青这个反差很漂亮 有意思 然而还是凝青她自己一个路线选择 有点失误了 跟得很紧 想卡迎 但是这一次没有卡上 还好氮气还在 而且小鹏也续上了 刚那个只要关系 云海他对于卡位 也有自己的一个熟悉程度 是 现在RNGM双日领跑 QG跟他身后 其实RNGM包括在刚几张图 都是前期杀出去 后期被反昌 对 没想到这边已经第二圈了 双日领跑 都没有发现 城市网吧的一些建筑上面 都标上来 原赛的标志 对 而且像秋明山之前 我也自己玩的时候也有注意到 对 那QG的话 现在跟他还是挺劲 挺劲的 我觉得MG边保持住 看 这次是月球表面 走了下面 没有上来上面的加速弹 这次两兄弟是轮番走外道 1分27 恭喜RNGM双日领跑 拿下比赛 这一把的话 比分还不错 我觉得有机会在后面的两张赛道 把比分给追回来 对 恒星登场了 都选择直线速度最快的赛车 包括说这是一个三星的赛道 它的直线比较长 而且这张赛道还有个小彩蛋 就是有一个小入口 对 小入口可以进去 其实我那天去那边兜了一圈 我不知道这个彩蛋到底是为了看那尊佛像 不过这个小彩蛋的意义就在于 能不能让你完成不了比赛 当别人在跑的时候 你下去看彩蛋你就完成不了了 对 对吧 当你欣赏风景的时候 你会忘记自己的目的地 对 看一下第五场比赛起步 已经起步失误了 没有按出来 这个失误很难说 对 这样一个段位的话 没有按出来 双喷 是有点少的 整个左右边 这个也是为了蹭一下右边的一个场 坐地喷空喷 还有一个延续 领跑的是QG凝青 身后跟的是RNGM的云海 这边 这里直接用氮气过去 可以看到云海他基本过后还是很扎实 这里失误了 没有按出CW的W喷 而被身后的QG月球表面给抄了过去 现在QG双日领跑 进入到第二圈了马上 现在很难受 RNGM这边刚刚才拉回了一点比分 拿回来一分 第二圈了 逆星 怎么样去跑一些极限 去拉回自己在起步上的一些失误 但其实后追是有加成的 在这样长支线距离 其实加成的话效果还不错 这里跟得很紧 还是要保证QG凝青在前方的领跑 因为我觉得QG已经吃我亏了 这里自己飘移出现了点失误 拖飘了 我就看到云海这边已经追了上来了 而逆星这一个距离 后面好像超越点并不多了 我就选择CW喷 这边有一个小的螺旋喷 但是大家都没有用 这里一个卡位把小喷给撞掉了 很关键 最后恭喜QG月球表面 最后是双日临跑 逆星的话 最后5秒台湾这比赛 QG还是牢牢把握到了 逆星这边选择到天气 而QG月球表面选择到的是S波小者 对 而且这次非常有意思的 两张赛道已经消失了 石之沙和琪米法兰西已经没了 琪米法兰西没了 我觉得 已经没有了战术法兰西了 是 不想再让你用这种战术了 对 看一下第六场对决 起步的话都想竞争 刚刚月球表面想砍一心 但是这一把的话 宁清在第一个弯道失误了 连云海也撞上去了 连带到了两个人 现在QG月球表面是冲了出来 其实经过那个口子停弯道之后 现在双方的一个距离 差不多等分的情况 对 还是有机会觉得 那现在的话 QG月球表面刚刚那一个弯道 自己好像稍微有点磕碰 我觉得其实这个名次 对QG来说是很开心的 毕竟这边劲道的时候 出弯出现了一个移动 而且身后刚才 还跟了一个凝青马 所以这个调整 调整不好 这很难受 其实这个名次 对QG来说是很开心的 因为这是第六场赛道 而且他本身 就有一个8分的领先优势了 对 只要稳住这一局 哪怕说让你一两次都不着急 进入到第二圈 月球表面驾驶的是S破晓者 云海的话还是在紧追不折 32尾的跑法 但是这里转向还是有一点点难受 壮了一点点 又有点拖 现在的话 宁静和逆星两个人真的很紧 我不知道宁静会不会 为了选择下张赛道来保证 就在身后卡着不行 这个测证 刚刚还想夸测证调整漂亮 但是后面这个连续的弯道很难受 对 亚兰蒂斯这个赛道 他的一个操作性太多了 他就几个连续的弯道 很考验选手的一个实时的操控 那最后一条直线 我觉得已经要宣告比赛的结束了 1分48秒 恭喜QG月球表面拿下了这一局 这个1分24 24大 但其实我们不能忘记 这一张赛道目前记录保识者 是QG的宁静 对 1分23秒67 看一下起步 一个左右段位 还是很稳 在这里会不会有一个进攻 自己失误了 因为逆星自己一个失误很难受 还复位调整 及时的复位 没办法 小伯都没有出 QG双人领跑 而且其实小弟上看到 逆星距离有点远了 跟他太近 但是宁静掉下去了 掉湖里了 掉了一个小湖 但是月球表面还是领跑 对 这里上不去了 这只能走外道了 一个复位调整 这一个复位有点东西 这看来对这图有点研究 这一个复位让我学到了 对 以后我在这边失误 我也这样复位了 但是现在的话 月球表面这个位置还是很远 这里一个氮气延续 点上了 又拉近了与月球表面的距离 对于RMGM来说 这一局它的压力很大 而且目前这个形势并不有力 而且对于月球表面 哎 月球表面也失误了 这个什么情况啊 逆星这边 还得抓紧机会往前赶 云海的话 这把有机会1分24 好 24秒大 应该是接近25的一个成绩 我们看到QG 月球表面很年轻 23两位 RMGM逆星 因为中间有一点失误 还是没能够 对 但是这个复位我是学到了 好 只是第一局比赛吧 接下来还是有机会的 也是看看刚刚进过的七局比赛对抗 场上比分来到的114比123 也是恭喜QG 帅线拿下1分 恭喜QG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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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